愤怒的声音在高空跑下 看不见的温鸭几乎要碾碎身上每一块骨头 可我没有屈服 我剑那仰头盯着太阳 一字一句无比重复自己的愿望 我许愿太阳立刻死亡 你疯了 小心 妮妮和正男飞奔过来阻拦 风间待在原地 娃娃大哭 这下真的没救了 妈妈 对不起 你们抬头看 仔细看看 天上挂着的究竟是什么 一团纠结争鸣诡异的肉球高悬于空 星红的血肉外是起伏的紫色血管 乍看一眼仿佛一个巨大的正在跳动的心脏 肉球中间裂开一道缝隙 赤金色的眼睛 正冰冷俯视高台上的我们 你违反了规则 惩罚就是死亡 首先 我没有违反任何规则 违反规则的是你才对 头顶的太阳平静地看着我们 但我却能清晰地感受到 他此刻的滔天怒意 一开始我确实被唬住了 一直在纠结究竟哪一条是假的 可是在幼稚园厕所 我突然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我太执着于找出规则的真假 反而忽略了明显存在的漏洞 我违反规则 死到临头还敢胡说八道 规则一 不要让任何人发现我的真实身份 这个真实身份指的是什么 如果我是姓名的话 就与规则三重复 世界不会设定两条相同的规则 如果身份指的是被发现不是小心 可美牙和广智一开始就发现了 只是被困于规则无法杀死我 这两条规则本身前后矛盾 可是规则又指出 所有规则具有唯一性 不可凭空创造 也就是说这条规则存在的前提是 它真实存在 并且拥有明确的指向性 第一条明显我已经违背 却没受到任何惩罚 这说明这一条并不针对我 所以我猜 你同样也受制于规则 但不同的是 你伪装成背景因 把你身上的规则和我身上的规则融合 第一条 不要被任何人发现你的真实身份 指的是你不能被人发现是假太阳 第二条 做一个听话的乖小孩 是针对我身份做出制约 第三条 不能告诉任何人你的名字 在小星之家中 那个鬼娃娃多次试探 说明他知道规则 并且清楚这条规则针对我 第四条和第五条 是真的 第六条 唯有人心和太阳不可直视 这条就很值得玩味了 你不想让自己被发现 所以制定了这条规则 但规则不能凭空捏造 所以你加入了人心这种空词 只为了迷惑别人 第七条 强调要七天内尽快离开 第八条 则指明离开办法是找到唯一太阳 我反向推测 你之所以能够存在 靠的是信仰 要求是七天内必须让外来者成为你的信徒 否则你会遭受惩罚 所以你才会不惜一切指引我 找到你 云诺许愿 至于第十条 只是一个烟雾弹 正常人看到这条 会下意识怀疑上面所有规则 但如果第九条本身就是那条假的呢 我顿了顿 四脚飞翔 当然这些只是我的猜测 为了验证真假 我刚才抬头看你 现在什么都没发生不是吗 这证明我的推论是正确的 你 是假的 天上的怪物发出分了嘶吼 肉筋膨胀 脚下地动山摇 严稠的水从他身上不断开裂的缝隙外涌 那个被众人敬仰的太阳 被看不见的力量一点点撕碎 我知道在看不见的高空 正在进行一场星空去雨的厮杀 上空回荡他气力的犹如利鬼伴残跤 不知过了多久 无人遮盖的天空撕开一道裂缝 洒下温柔余晖 我长长吐了口气 终于结束了 我开着车停在小新家门口 原本扔在院子里的塑料娃娃 躺在马路中间 一双塑料眼 只勾勾盯着我 我毫不犹豫地踩油门 从他身上连过 清脆的碎裂声 格外动听 眼前猛的一黑 瞬间失去知觉 小七醒醒了 你没事吧 笑一说撞到了脑袋 可能会轻微脑震荡 我呆了片刻 潮水般的记忆涌入脑海 对 我叫小七 今年大一 去图书馆找书的时候 胡慎跌倒 背书砸了脑袋 我还特意把那本书给你带来了 下次小心点 幸好我在旁边 要是没人 你要在那里躺得天荒地老 我翻看那本书 风也赫然写尘 欢迎来到 那笔小星怪弹世界 阿姜